一切开蓬松柔软蛋糕 里头泰式奶茶内馅流出 大口咬下三层绵密口感超满足 高雄这家人气甜点店 联名推出新的泰奶口味 方度乳酪茶香味十足 方度乳酪的部分呢 它是在日本东京车站 非常夯的一个伴手里 那我们这次特别把它拉到台湾来 而且是用了我们现在很红的 泰奶的口味 那用了手标茶叶 所以它的茶叶的味道 也会非常非常浓郁 不只泰奶口味 让人口水直流 还有芋泥提拉米苏口味 经典原味的卤酪蛋糕 加入屏东小农 现榨柠檬汁 和电商平台合作 短短五天就卖出600盒 来自法国深入内馅 塞进满满的哈密瓜果肉 配上丹麦菠萝泡芙皮 光是用看的就让人食指大动 同款的还有黑糖珍珠口味 超Q内馅让珍珠控 欲罢不难 哈密瓜的菠萝这个东西 它是我们选用了 跟北海道一样的红肉的哈密瓜 所以它吃起来有非常新鲜 自然的浓郁的哈密瓜的口味 百香果部分它就是用整颗新鲜的百香果下去打了卡士达 所以这些吃起来都是非常爽口的 网美泡芙烤店推出联名新口味 把季节限定的哈密瓜百香果加进泡芙里大受好评 一波开吐司 钳丝效果搭配爆满馅料 台南超人气烘焙店 研发韩式蜂蜜烤蒜吐司超吸睛 还有紫薯芋头口味 三家超人气网红甜点店 在秋冬季推出联名新口味 抢工年产量百亿的甜点市场 也提供爱尝鲜的消费者新的选择 TVBS新闻消费者廖广斌江博军张启云台北报导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